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礼物 悲痛欲绝 在一个湿地公园的天鹅湖里 常常会有很多天鹅在这里细细觅食 摄影协会的蔡先生每年都会到这里来拍摄白天鹅 蔡先生,您今天又来帮天鹅拍照呀 是啊,这些白天鹅真的太漂亮了 我想借由拍照来保存它们的美 也可以让更多人看到 在湖泊中间,有一大一小的两只天鹅静静地游着 偶尔在它们的头顶上有其他白天鹅飞过 显现出它们的孤单 诶,那对天鹅母子是怎么了? 它们看起来很孤单啊 怎么都没看到熊天鹅呢 它们来这里的时候就只有它们母子 我想熊天鹅可能是在迁徙的过程中去世了吧 可怜的天鹅母子 没了熊天鹅,它们会很难抢到食物的 这样,它们只能在湖的中心找寻食物吃了 正如蔡先生说的 这对天鹅母子势单力薄 抢不赢其他的天鹅 也因此就只能在湖的中心觅食 妈妈,你看,人类在那里撒食物了 唉,是啊 可是我们抢不赢那些天鹅的 要是你爸爸还在的话 妈妈,你别伤心了 我不饿的 孩子,别骗妈妈了 这几天,你一直都没有吃饱 怎么会不饿呢 真的,妈妈,我真的不饿 好了,就算你不饿 我们也必须去找吃的 孩子,来,吃点水草吧 这里的水草越来越少了 难得还能找到这么新鲜的 妈妈,你也饿了好几天了 这个水草还是你吃吧 孩子,妈妈已经吃过了 这些是要给你的 不,我不相信 妈妈,我要看着你吃 要不然这样吧 我们一人一半 你说,好不好 或许是千玺的路途过于劳累 也可能是失去丈夫而太难过 母天鹅生病了 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妈妈,妈妈,你怎么了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妈妈,你饿了吧 我这就去找东西来给你吃 哎,这只小天鹅怎么跑来岸边了 哎,它还太小了 根本无法从这些大天鹅的嘴里抢到食物的 小天鹅,快过来我这里 我这边有食物的 哎,它怎么叼走了 难道它要带回去,给它的妈妈吃吗 真是一只孝顺的小天鹅呀 妈妈,我找到了面包 你吃了就会有力气了 妈妈,你看,是面包啊 妈妈,妈妈,你醒醒啊 妈妈,我给你带面包回来了 你吃一口啊,妈妈 天气越来越冷 母天鹅与小天鹅周围的湖面开始结冰 但小天鹅依旧没有离开母亲 一直发出难过的叫声 奇怪 那只小天鹅怎么一直在叫 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啊,不好了 要赶快救它们才行 要不然它们会冻死在湖里的 你们看,那只母天鹅的样子好像怪怪的 我看它的样子好像是死掉了 死掉了 如果它死掉了的话 那小天鹅为什么还要守着不离开呢 我想它是舍不得离开它的妈妈吧 那只母天鹅被救上来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 而小天鹅来到这里就变得非常暴躁 整天狂叫不停 对啊,而且它都不吃不喝的 再这样下去,它也会死掉的 会不会是因为它一直是生活在外面的原因呢 或许外面的环境会比较适合它吧 嗯,我也是这么猜想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它放回到湖里试试看 小天鹅一回到湖里后 还是一直叫着 声音很大 而且一直游向它和母亲原来一直生活的地方 却因为中间隔着冰 最终没有办法游过去 只能在结冰的周围徘徊哀鸣 嗯,它这是在做什么 我想它是要回到湖中央 回到它和母亲曾经一起生活过的地方 可是那里都结冰了 它是游不过去的呀 小天鹅一动也不动地漂浮在水面 就这样呆呆地静止了好久 之后它突然将头浅进水里 奇怪了,它怎么又不动了 是啊,它到底是怎么了 它该不会是想自杀吧 蔡先生,你在说什么啊 天鹅怎么可能会自杀呀 就在这时候 小天鹅突然把头插进更深的水里 然后用力地滑动湖水 用身体和头部撞向冰面 啊,它这是在做什么啊 难道,难道它真的是在自杀 几分钟后 几分钟后,小天鹅的头依然插在水里 身上有着一道红色生痕,若隐若现 两个翅膀也挣扎得有气无力 湖面上只剩下泛起的阵阵涟漪 啊,它真的是在自杀呀 快,我们要快去阻止它 好的,我这就去开船来 最后,小天鹅停止了挣扎 一切都静止了下来 整个过程只有短短的几分多钟 唉,我们晚了一步 小天鹅已经死了 为什么它要这样做呢 到底是为什么呀 我想它是因为失去了母亲 而悲痛欲绝吧 或许这样也好 它和它的母亲永远不会再分开了 动物也是有感情 有思维,有喜怒哀乐的 小天鹅因为失去了妈妈 而做出的举动 让人看了真是发自内心的感伤 与尊敬啊 一牛有灵 生活在小康富裕家庭的阿凯 身体瘦弱,经常生病 她的母亲为了给她补充营养 想尽了种种办法 阿凯妈,你刚刚去哪里呀 我刚去市场上买了两斤牛肉回来 牛肉?你怎么常常买牛肉吃啊? 不是我要吃啦 这些牛肉都是要给我儿子吃的 你也不是不知道 阿凯这个孩子从小身体就弱 我听别人说吃牛肉能强身健体 所以从小就常常买给他吃 是啊,你家阿凯的身体的确太瘦弱了 而且他马上就又要考公务员了 是要给他补充一下营养的 是啊,阿凯去年考公务人员就差那么几分 今年又要重烤一年 希望能考上 阿凯,我刚炖的牛肉汤 你喝一些吧 妈妈,牛肉很贵的 以后不要买了 没关系的 只要你身体健健康康的 能考上公务人员 就是天天买牛肉给你吃都没有关系的 然而,考试结束后 阿凯再一次名落孙山 他非常沮丧 于是便一个人垂头丧气地往家外面走 这些人是在做什么呢 牛为我们耕耘田地 运输粮食 功劳很大 而我们却杀牛吃牛 我们贪图眼前的一些小利 贪图口腹之欲 而杀牛吃牛 这是不义 我劝你以后不要再杀牛卖牛了 你不要在这里胡言乱语的 赶快给我走开 不要耽误我的生意 我不是在耽误你的生意 我这是在救你 要知道杀牛卖牛这样的行为 是会遭到严重报应的 吃牛肉会遭到果报 我连续两年考公务员失利 莫非就是吃了那么多年牛肉的报应 从那以后 从那以后阿凯下定决心 从此再也不吃牛肉了 他的母亲见他决心如此坚定 也不再强迫他吃牛肉 阿凯妈 村子里新来了一位杀牛卖肉的 你要不要去买点牛肉 不用了 谢谢你了 我儿子他现在已经不吃牛肉了 不吃牛肉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说杀牛吃牛肉是一件不仁不义的事情 所以他发誓以后不会再吃牛肉了